好 那感谢同学来参加 今天由数据应用学院举办的公开课 大家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并且看到我的画面 麻烦在这个Q&A的这个地方 给我敲一个1 好 我看有同学回复了 那谢谢大家 那大家如果是第一次使用Zoom这个系统 你是可以在你这个屏幕下方看到这个 Q&A的这个Button 大家如果在讲座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以文字的形式给老师先敲在这里 我们会随着讲座的进行 以及最后的集中五到十分钟 给大家来回答问题 那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 数据应用学院的公开课 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数据应用学院是北美第一家 一站式专业人才输送机构 我们是为北美留学生提供求职的最佳路径 那我们每周六日都会有 这个免费的线上课程 今天我们主要是找这个创业公司的 数据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的面试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主要是会讲这个 创业公司的工作机会在哪里 包括有的朋友说可能 这些大公司我会去 我知道去网站上去投简历 这些创业公司我可能不知道 怎么去reach out这些人 这些公司 然后包括这个初中企业的面试技巧有哪些 以及这个数据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的面试的全攻略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Jason 龚 龚老师 那龚老师是数据分析学院的CEO和创始人 也是多年这个有着资深工作经验的Data Scientist 同时是International Data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主席 以及南加大USA的科学教授 那大家如果是想进一步去探索这个数据科学的求职呢 数据运营学院这边我们在7月20号 有一个数据科学家的求职训练营 一共是16周 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做开构的比赛 还有三个课内的实战的project 同时会有这个一对一的简历修改 以及Mock Interview 还有内推 大家如果是对这个课程感兴趣呢 欢迎你扫描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 或者是左边有这个邮箱和电话来联系我们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数据运营学院的这个公众号呢 我们这个公众号叫大数据应用 我们这个是已经有一千多篇原创文章 同时我们每天会给大家有这个数据科学 然后数据分析和算法的面试题 每天都是会给大家就是release一道题 然后转天会给大家公布答案 所以如果是你还没有关注呢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同时有的时候同样会问说我们这些线上的讲座信息去哪儿看到 我们公众号也是会发这个我们免费公开课的报名的信息 好那再上两个我们的partner 第一个是叫AIP是专门做这个数据类软件开发类的求职的一站式服务 如果你正好是在找这个相关工作呢 也欢迎你联系AIP的导师 左下角这个是AIP导师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 VIP是这边是有这个Career VIP的项目 主要的工作再付费 会先用这个AIP给你做一个这个背景评估 然后同时定制就是你专属的这个求职者工作的方案 那同时如果你想要这个右边有其他联系方式 包括网站包括这个邮箱和电话 好第二个就是这个国际数据工程与科学协会 这个简称叫做Ideas 就是它这个英文的缩写 如果你是对这个包括数据科学 包括AI的一些线下的conference感兴趣呢 这里有这个Ideas的网站 就是joinideas.org Ideas这个组织已经办过超过十余场的 这个线下的百人甚至千人的conference 同时今年的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会在南加有这个 每年最大的线下的这个Data Fence Conference 如果你是对这些活动感兴趣呢 欢迎你到这个Ideas的网站了解更多的详情 那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周末的公开课 那下周六的每次时间的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 我们是会专门讲这个Airbnb的数据科学岗位的 如何去准备它的面试 然后下周日的同一时间 每期时间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 我们是邀请到了数据应用学院这边 优势的学员会给大家分享 他们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还有新的体会 那如果是大家对这两个公开课感兴趣呢 可以扫这个对应海报的二维码来进行报名 好 那我前面的介绍就说这么多 我现在把这个话筒交给今天的Jason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首先说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个真人主持 比我们设计的那个机器人 那个主持要还是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不过没办法 因为这个机器人替代人来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这是一个趋势 对最近我们研究了一个那个机器人 然后这机器人可以和人进行对话 然后做这种节目的这个主持人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YouTube上面泡出来的这个 这个上一次的那个视频 好 那么今天 同学们如果能够看到我的屏幕 并且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请你在客人里大概跟我说一下 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如果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屏幕的话 可以在客人的这个地方说一下 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 好 谢谢大家 我看很多人都在这个回答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话题 对 在创业公司里边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在面试的一些问题 以及就是你的这个职场的一些道路 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这个课的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话来讲 是包括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先来介绍一下 Silicon Valley 对 就是你在这个硅谷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这些很多的独小说公司 其实都是从这个硅谷和这个华尔街走出来 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以及我们过往的一些学员 在这个出厂公司里边工作一些情况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些job opening 就是有哪些这工作的这些岗位 然后第三点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说相当于在那些出厂公司里边 你的职业发展的一些话题 还有这个how to prepare这些interview 如果同学们最近正在这个面试一些创业的公司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就是抛出来 然后说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对 首先我第一个介绍一下 这个start就是这种创业型公司和那个非创业型这种 就是这种咱们讲就是比较 就是已经IPO以后的 或者是相对比较这个稳健的公司 对吧有些公司其实非常的稳健 但他们就不就不做这个IPO 这个这种公司就也就也存在 好那么今年就是在数据这个领域里边 嗯我们的同学去的公司 然后IPO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能看到的 就是第一个按照时间的显号吧 Uber对吧 是在今年去做这个IPO的股价的话 这40多 然后的话这一页的话呢 就是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了几个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 然后正在创业做的数据分析的这种公司 就是数据应用学院从2014年开始 是吧 就是我们接触到的老师和同学 现在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吧 比如说这个毕业了毕业了之后 带我们来培训 然后之后去华尔街这个硅谷找到工作了 找到工作以后工作了几年 然后有一些是在这种创业公司做的 然后之后这个工作几年拿了一个很好的一个package 然后之后自己又出来创业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老师 我们自个的这个就是这个数据应用学院的这个这个这个创业的公司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 我按照时间的顺序吧 对 第一个叫S-Credit 这个的话是我们早期数据应用学院的一个老师 然后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这个就是做这种finance方面的做这种就是credit 就是信用分析的 然后他去了中国的上海 然后中文叫兵建 然后之后的话在中国就是做了这么一家这个创业公司 同学们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Growing.io 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我们数据应用学院以前的一个老师 然后也是那个我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mentor吧 就是嗯 就是以前这个link in的一个数据部门的一个大佬 就是那个 Simon 对 然后等于相当于就是我们也有老师 现在这个加盟这个Simon 这个做的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起源于硅谷 但现在他们也是这个战略放在这个这个这个中国 再有一家叫Spit S-T-R-A-T-Y-F-I-D 这家公司的话 他的创始人是那个Dicky Wang 麟克老师的话呢 嗯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 在2016年等于就是来到我们那个 UIC 然后他本身是北卡这个统计系的一个老师 等于相当于就 不是普通的这个professor 他是一个director 然后说他是开办了一家公司 开始那个名字呢 叫这个DataTest 然后后边他把它这个改了个名字 叫这个Statified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学生创办的一个 一个创业公司 叫oneclick.ai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等于相当于就是 他自己应该是这个UCR 对吧 就是这个UCR Riverside 学物理的一个博士生 2016年 然后到我们书记中学院 学习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接着的话呢 等于相当于就是去了这个Ebay 然后后来的话 出来等于是 两年以前就是出来创建的这家 这家公司的话 就是用AI的这种算法 去提供一个 就是 用它的口号叫什么 Use AI to Build AI 就用一个AI的一个方法 去Build这个AI的这种应用 下面还有一家公司呢 叫这个 Triso 就是这也是我们数据中学院的 老师 然后的话呢 以前是在Linkedin 然后之后呢 出来这个做了一家公司 你会看到就是说 在数据和AI这个领域里边 真的创业的机会非常非常多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数据中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一起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创业项目 就是IDEAS I-D-E-A-S 等于International Data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对吧 这个相当于就是 就我们等于成立的这么一个 非盈利组织 从2014年开始 对吧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 几十个Data Scientists在硅谷 然后后来我们 把它做成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就是美国这边注册的 513C的一个纯的非盈利组织 就是Non-profit组织 然后我们有大量的这种社区的活动 从2016年开始 我们开始做的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的大会 是在UIC 就是南加大 对吧 就是做的 当时正好我也在学校里面教书 所以就跟学校就讲 我们想做这么一个conference 今年也欢迎同学们参加我们 10月26号和2月27号的 这个第四年的南加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大会 去年我们是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 这个光speakers就将近200人 对 好 这个ideas也是我们一个创业的一个项目 就是去经营一个全美最大的一个 这个不是咱们华人的组织 这就是一个英语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 就叫这个drawingideas.org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所以我们就是域名迅运的org 对 这个我给大家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整个和数据经营学院是有关系的话 这些这个创业的公司 当然 今年就是在数据这领域里边 你看到比如zoom 对吧 就是 这也是一个华人是吧 这个就是在这个Santa Barbara这边这个起家的 对吧 这么这么一个一个公司 然后接着6月12号有一个叫Favor一个一个公司 然后你看这个介绍其实是什么 是我一个投资人的一个朋友 他等于做了一个笔记 然后我那天用这个手机照了一下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最近这个做这个IPO的公司 然后之后还有Slack 这个同学们可能有同学应该是用过 它是一个就是做的那种communic 就是这个cooperations 就是公司里边这种就是这个协同的这种工作 然后前面这个这个Favor是做什么 Favor是做一个freelancer的这么一个平台 就是你可以在这上面花5块钱 可以雇别人来帮你设计一个logo啊 这种这种情况 对 好 你会发觉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是不是 就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你在美国你就业 除了这种大公司以外 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什么 Google啊Amazon啊Facebook啊LinkedIn啊什么这个微软啊 然后这些除了这些以外 我觉得 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就是这些创业的公司 因为在美国硅谷也好 华尔街也好 就是这种创业的这种氛围非常的这个好 那么的话就是相当于我觉得大家不要忽视了这种创业的公司 创业公司有什么好处对吧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就是说嗯好处 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 骑上了一个独角兽 我估计你干个是吧 因为一般创业公司这个上市都要take这个5年或者是10年的时间 你如果在中间你你加入了是吧 骑上一个独角兽 那你大概5年之后你就基本上就是财务自由了嘛 对咱们讲在美国其实实现财务自由 相对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难 大概就是300万美金 对吧 你大概就是因为你一年你的花销也就是10万20万 然后之后你有300万美金的话 你你等于相当于你放在银行里面 你就光吃那个利息 你也能挣到10万 对吧 差不多这种情况 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学生是吧 然后说那你或者说你现在已经工作了一两年 你说我准备去这个创业公司 准备去骑一个这个独角兽 那你你怎么你就能那个骑得上呢 对吧 你怎么就能找得着呢 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清楚这个start这种啊 公司他的financial的这个cycle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我不知道就今天咱们的同学里面 今天听众里面有多少现在正在创业公司里面 在在入职的 对吧 你可以举个手 对吧 然后之后你会看到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这个横轴就是时间 纵轴就是revenue 对吧 那么的话呢 早期 早期是什么 就是一些天使的这个投资进来 然后属于这种加速器 是吧 然后拿到这个钱呢 就叫seeds 就总之这个资金 基本上这个时候 他们的人 就就是几个co-founder 再加一个非常非常早的 早期的这个 这个员工 我很少看到 就是 就是国际学生加入这种这么早期的单也有 也有 就是你要是能够这个时候切入的话 那当然 you have a long way to go 整形当于是吧 5年10年的这个时间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公司都是拿了 比如说A轮 B轮 C轮 然后之后 IPO 对吧 那么 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想去这种就是骑上一个独角兽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你是在后边这个这个去的时候可能会那什么 就是相对来讲 这个风险会这个小一些 比如说在2017年 2018年 我们都有这个学员加入这个Uber 那么今年是19年 Uber就直接IPO了 我想当时他们正好是今年大概是第四年 第三年第四年的样子 那么他们肯定就是说就是这个这个反馈或者这个return会是非常好 至少我们有一两个那个学生就是最近电话里面也联也联系一下 大家都在都在准备离开这个Uber就是准备就进行到这个人生的下一步了 对吧 所以说就是你如果想去这个start的话 我觉得就是风险在于什么的确是非常的这个不稳定 但是的话如果你提上一个独角兽的话也是非常这个好的 那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创业公司里边他的这个job opening和requirements 今天呢 本来我们是有这个请了这个一位嘉宾 就是我们的一个在这个初创公司里边做CTO的一个学生 但是的话就是很不巧 就是他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用户 今天有一个会所以他就没有过来 所以你就会感觉在这种创业公司里边干真的是一个 嗯 时间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 你看今天正好是中国那边是吧 这个星期一早上有一个重要的会 那么可能马上就要去参加那个会 就是就不是像你说你在这种比如说Google啊什么Facebook啊 就是你你是吧你这个周日的时间就是你的时间 你想干嘛你就干嘛对吧就生活比较balance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我的地方我是抛了一个Uber的一个job description 就是嗯小公司的话他的这个job description其实和就是创业公司吧 我这个是一个Uber比较早的一个job description 所以说因为是在他IPO之前嘛所以我也把他放到一个创业公司的这么这么一个job description里边 你看基本上也是就是说这个对你的这个嗯需求是什么对吧 比如说这个嗯对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明确的这种嗯需求 然后的话呢就是嗯你的responseability和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就跟标准的这种这个嗯招聘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两年的工作经验呀会的AB testing啊对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就从job description这个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特特别大的区别创业公司和这个大的这种公司 对但是在这个职业发展里边的话我们可能会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 首先我想跟同学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stop公司 你在这里面工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 就是会是一个就是你的这个daily life 这个lifestyle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嗯公司比较小 所以说那种办公室政治不是那么特别的强 对比如说你你你你去IBM试试你去这个啊 你去这个啊微软试试对吧 就是嗯几个老印就搞死你对不对 就是这个但在创业公司里边一共就那么二三十个人 可能是一两百个人对吧那么作为老板来讲肯定不允许 这种就是这种这个办公室政策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resources are always scratch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资源 创业公司的资源其实挺紧张对吧 你想大家都是拿了A轮然后之后呢赶你一两年之内 就B轮你得进来要不然的话咱们公司就黄了对吧 那么这个资源仍然是从这个钱的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公司能给你提供的这种资源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一些限制 就是这个strength就是说拉伸紧张或者是就是怎么说呢 他不是说没有就是你可能需要自己去争取这种资源 他不像这个大的公司你进去之后是吧 你跟老板说一下你说今天我想学一下这个spark 外边有一个2000多的一个展会里边有一个trainian 那老板说那你就去吧快去是吧就把这个buddy就pick 你就去了但创业公司的话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太有 然后small teams like a family 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team比较小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彼此之间关系比较这个融合 是吧比如像数据经济学院对吧 那我们每两个星期是吧 大家都barbecue一次 这个礼拜五是吧 或者是这个pall out 就是大家自己做了什么饭是吧 带到公司来吃 我们每两个星期这个星期我会搞一些活动是吧 估计但是说在我们公司没有会做饭的 基本上就pall out都是那个自个儿出去买钱对 然后但是创业公司它就是这样 就是说它可能会的氛围会比较好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就是它希望你是一个 Foodstack叫Rockstar Hiker 怎么就是说你要去创业公司做的话 就是你几乎什么活全都干 就是你首先你就是怎么就叫什么叫Foodstack 就是当然软件工软件工程师里面有这个Foodstack Data Science也有这个Foodstack Data Scientist的Foodstack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解你从最早的商业需求对吧 跟这个就是这个product这个manager去定义这些requirements 去定义这些specs这个specs 缩写叫specs全文叫specifications 就是你的这个商业需求 然后之后你你没有数据 你得去这个去爬这个数据对吧 然后之后呢你自己做这个分析 然后之后你自己做这个发布 就是等于你要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 比较全面 然后的话呢要不怎么叫这个Foodstack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但它不一定说对你的要求那么多高 就你要说让我干这么这么多活 那么每个都变成是高级的这种功能 是这个倒不一定 因为创业公司在最开始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相对比较这个简单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工作的环境 大家可能都是在这种 就是比如说这个co-working space里边 是吧 WeWork啊或者什么 这个就这种口 这种孵化器里边 所以相对工作环境 还是比较有有这个趣 而且大家也相对来讲 这种connection比较多 对这相当于是就是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个 就你在那去工作 你基本的这么这么一个感觉吧 就是你这个创业公司里边的工程师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先看一看 你怎么去准备一个创业公司的一个interview 对吧 怎么准备一个创业公司的interview 那么准备这个创业公司的interview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能够去拿到一个interview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把这东西抛在这个就是这个monster.com indy.com上面 所以的话一般情况下怎么样呢 都是这个比较小的一些资源 比如他们的这个founder co-founder 对吧 这个在linked上面抛一个帖子 或者呢这个founder co-founder 就跟你是校友 对吧 那么他带你们需要来做活动 你就碰到他了 然后之后 他们去这个conference上面做演讲 对吧 做产品宣发 你碰到了 然后对他们比较有兴趣 他们在local做meetup 你碰到他们了 对吧 他们在这个网上做workshop 对吧 然后你注册你参加了 这些是你拿到面试的机会所在 就是这些创业公司 读的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套路完全的这个不一样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比如说你拿到了一个这个 这个风interview 对吧 比如说你像 我们在东部的有一位这个女生 是吧 高兴就在很少人meetup 就碰到了这个co-founder 然后之后就去了 那公司人也不多 二十来个人 然后说那好 你下礼拜来面试一下吧 连封interview都没有 直接就onside了 去了之后 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就跟这个CTO聊了聊 当天这个offer就给了 当然就是说他最后是是没去 因为这公司的确是太小了 就是基本上 串事公司 就是很多小公司是这种节奏 对吧 好 那好 那比如说人家给了你一个面试 那你怎么去搞定 怎么你怎么去搞定 对吧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准备的 还是要做一些准备的 首先 你要了解一下他们的产品 以及他们一些技术背景 因为这些创业型公司吧 他们为了就是说这个 就是相当于他们是在一个niche 一个小的一个市场范围内进行这个生存 所以说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像早期的这个Facebook 是吧 小扎他就说我们的mission是什么 我们的mission是要建立一个这个 public这么就人和人之间 这种connection 我们是build这个connection的Facebook 是吧 然后一下子就就起来了 对吧 当然现在他们又不讲这个public 这个connection 讲这个private的connection 就就像这个微信学了 对吧 这是后来的发展 然后这公司的远景 以及公司的价值观 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要去了解一下 就是他们那些co-founder 什么这些founder 他们肯定在这个 在他们的公司的主页上 或者是conference上 或者youtube上 都会去讲 为什么 因为这些try公司 他们还是想去找一些 跟自己自动道合的人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你要try their produc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就他们在做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我记得15年 我们有一个学员 去那个snapchant 就是跟Facebook一样的 一个竞争对手 总部的话 就在这个 洛杉矶那边 然后就是在洛杉矶 这个海边 连个办公室都没有 他们自己买了 买了几栋 这个house 在那儿 就办公 然后去了之后 面试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有没有用过snapchat 这一下就囧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连Facebook 全都不用 我更 我更不 捧捧递snapchat 那这个面试 就很难进行了 你们用过日的产品 对不对 是吧 对吧 这还是一个 我们一个 这个老师给的 这个内推的去的 就他们用产品 所以你一定要 用人类的这个产品 然后就了解一下 因为这些starts 他们这些产品 相对比较单一 对吧 你用一用 然后知道他们在 在做什么 然后 下边一个 就你要知道 他们这个行业 以及他们的竞争对手 对吧 以及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 比如你要去zoom 是吧 去去面试一下 那你要知道 是吧 跟这个zoom 他的竞争对手 都是谁啊 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 上学的时候 我们和 国外的一些 院校是吧 有一些互相 一些交流 那么我们做这个 webinar的时候 我们用 我们用那个go to webinar 我们就没用zoom 对不对 我们当时就觉得 这个go to webinar就 就挺好的 对吧 你这个就是 你要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你面试的时候 就是你去之前 就是要怎么样呢 要对他这个公司 一些产品 自己有一些ideas 有一些你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因为在属于这种创业的初期 希望大家都能够 为了这个产品的改善 优化什么 就有一些想法 就是你自己比如说 对他这个产品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有什么 这个想法 关键是什么 关键人家需要是什么 人家需要就是说 你完全理解我的 这个工作岗位的 responseability 然后之后你来就能干 对吧 所以你相当于 你要体现的时候 比如说 我会做这个 Python的编程 我会做这个数据分析 那么我们这家公司的话 这个创业公司 现在正在努力的扩展 就用户的这个数量 那么我在这个 user acquisition这一块 我有一些什么什么的 想法 对吧 尽管就是说 我去做是数据分析的 但是说 我希望通过数据分析方法 能够让我们去 acquare到这个 这个这个更多的这个用户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什么 differentiate yourself 就是你 你自己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就比如说 你要有一些 entrepreneur的一些想法 就一些创业的一些 就是这种 创业家伙的这种 就是这个 创新者的这种 想法吧 就是能够和一般的 那种学生 differentiate 然后第三的话 我就就是 show strong interest 因为一个 创业公司的话 帮你是吧 顾进来 又办 h1b 是吧 将来可能还要去 sponsor 对于他们来讲 有很大的这个overhead 为什么 因为你 海尔这个律师 我从来都没有办过 h1b 我连obd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对吧 那我把你海尔进来之后 也是很大的这个overhead 所以你自己怎么样 就是你怎么 你也得说 我不是就是为了某一个工作 我也不是就为了找你办h1b 我其实是对这种 你们这个产品 你们这个mission 你们这个vision 是吧 我是非常的赞同 所以说我就 要来你们这个公司 我觉得在这个创业公司 这个面试过程当中 这种behavior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会相对来讲 会比较重一些 技术的问题 我觉得技术问题是两类 一类真的 就是他要让你去干技术的事 那肯定你去了就能干 那肯定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吧 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我们赢得 照备机会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因为你刚从学校里毕业 是吧 除非你能工作了 三年 是吧 五年了 对吧 你等一下你说 我现在 我身份也搞定了 我准备去到一家创业公司 骑一个独角兽去 对吧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 就如果是刚毕业的话 很难说 除非你是PID的学生 你的研究 跟他们这个领域 是相对应的 你能够去 作为他们的 这个技术的骨干和专家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 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对你的技术要求 没那么特别的高 没那么特别的高 只是呢 就是说认为 你是不是跟他们是 这个在这个文化呀 在兴趣呀 在他们产品这方面 是能够有一个match 所以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 创业公司的话 我倒是觉得 嗯 你不用说去 那么苦哈哈的 就我得刷个950道题 就连这创业公司 自己那个CTO 他可能都没 都没刷过题 对吧 他可能就是说 哎我博士毕业之后 我有一个好的想法 我就去 我就去干了 对不对 他可能自己都没有 经过这种 这种这个刷题 对吧 很多时候 都是说 你上午去面了 然后之后 谈了之后 下午这个offer就来了 对吧 这种这种情况 就是相对比较 这个简单 就是说在技术 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不会特别的 不会特别的难 当然这个就是 也depends 就是说 把我们再回到 前面这个地方来 depends什么 depends这家公司 他所在的这个阶段 是吧 比如说你去的时候 是属于这种A轮 对吧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 对技术要求不高了 对吧 那如果已经到C轮 相对产品比较 这个稳定了 是吧 已经从这个小用户群 变成大用户群 整个需要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支持的一个框架 算法的一些复杂度 以及这个 这个软件的 performance要求 都非常高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 对你的技术要求 就是是另外一个 一个那个情况了 就是你可能也要去考虑 他们现阶段的 这个情况 对 好 那我就把这个创业公司 那个的一些情况 就是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就是我也再次 就是说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对 我们的老师 和我们的学生的 这个创业公司 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 你可以联系我们 对吧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 如果他们现在 在招人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帮助大家 去这个介绍一下 就是 就是 比如像这个 S-Credit 这个Stratify 然后 One Click AI 然后这个 Tracel Growing I.O 还有这个 Ideas 我觉得就包括 数据计券 自己 你如果是有兴趣 你都可以联系我们 我可以联系我们 我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